大家好,我是小黄 今天7月25号 现在还差几分钟就到8点钟了 今天又将是炎热的一天 目前的室外温度已经到了32度左右 车内温度的话 看我身上已经晴出汗珠子了 也达到了28-9度 已经热起来了 然后呢,昨天晚上的话 睡得比较晚了 到了1点多钟才开始睡 因为昨天晚上确实太热了 热的有点,就是贼难受 嗯 躺在床上也是翻来覆去的 本来已经 12点钟的时候 快睡了 然后听着歌 然后突然一下子 呃 就是那种浅度的睡眠 然后又睡了半个小时吧 然后就醒了 醒了之后 我又把车开那会儿空调 等温度浇下去呢,我再接着睡 但是又感觉很难睡着了 所以主要还是天气太热了 然后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的 不是在网顾的风扇 买了两颗电池吗 两颗电池有一颗 昨天晚上 基本上应该是包废呢 有点失望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前两天说过的 我好像过的那个灯 充电的 我发现 不知道它是电池摔紧的 还是那个 嗯 LED灯带 我也拆开看了一下 里面是个灯带 嗯 不知道是哪方面问题 就是 亮度已经很暗了 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打 这是二打 晚上的话 这个亮度基本上就是看不见什么东西了 嗯 所以 也是 特别的不方便 然后我现在也是在考虑 嗯 是继续在网上买呢 还是说 嗯 看老板能不能换 我看了一下我购买的日期 是 最近两个月的样子吧 应该是 现在是7月 5月25号的样子 5月27号 还没有两个月 5月27号的样子 所以的话 但是我 呃 跟那个 老板 呃 淘宝店的老板 卖这个LED灯的 也沟通了 嗯 留言了相当于 我问他 有没有售后 虽然十几块钱啊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 因为我觉得再怎么便宜 再怎么廉价的东西 它也应该有个保质期 有个售后吧 呃 这种 这套服务器是应该 也算是应该要完善的 所以我也算是尝试 呃 希望大家往各的时候 不要遇到 像我这种类似的情况 嗯 然后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风扇 现在又出现问题了 哦 是风扇的电池 依然是电池 昨天24号 我写了标记的 这是双日使用的 就是昨天应该用的一个电池 一颗电池的话 然后 现在我按下开关 123档都没反应了 嗯 不知道是摔紧的还是怎么 我刚刚 刚刚前两分钟也试了一下 应该也是运行的两分钟左右 然后 刚刚突然就停了 我怀疑也是这个电池的问题 电池摔紧 因为我 呃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是另外一个电池 正常的电池 是 是有反应的 这个是我 单日使用的一个电池 按下开关键 一等 二等 二等 已经够用了 现在的话是有反应 但是 那个双日使用的本该是昨天晚上使用的 已经 因为我确信是 我两坨电池 嗯 基本上 用了之后 每天都会充 最近四五个小时 然后 我能确信的就是 它的电量 我充的是满的 但目前的情况来看 呃 那 那个本该是我双日使用 是我昨天晚上使用的电池 已经出现了问题